今天台湾媒体关注的焦点 都集中在台北市长柯文哲 宣布阻挡的事件上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上午10点举行记者会 宣布将组建台湾民众党 给岛内政坛投下震撼弹 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是 否会参选2020的问题 柯文哲并未明确回应 他说登记截止日9月17号那天 没有登记就是不会参选 而考虑到要进行联署 9月上旬是最后决定时间 来看报道 记者会上柯文哲证实 预计将在自己的生日当天 也就是8月6号 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与民意代表选举 将于明年1月进行投票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 柯文哲此时宣布组建政党 将为此次选举带来新的变数 记者会上 对于媒体再三追问 是否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柯文哲并未做出明确回应 只是说9月17号若没有登记 就是没有参选 9月上旬是最后决定的时间 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筹组政党 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回应表示 国民党对于柯文哲 组党或之后宣布参选 早就做好万全准备 完全不意外 此外连日来 有关柯文哲 将和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合作的传闻不断 郭台铭办公室也已经发出声明 关于柯文哲筹组政党 是经由媒体告知 事前与柯市长没有相关联系 郭台铭对此也无任何评论与意见